《浩月当空》第345章 陶灵灵圣 镇魔术本身就已经是植物系之中非常强大的植物系召唤物了 而黄金血脉就变得截然不同 无论是魔兽还是植物系 当血脉重化到一定程度 才有蜕变成黄金血脉的可能 俗称反祖 拥有反祖回归黄金血脉现象的召唤兽 都是绝颠层次的存在 一般情况下 召唤师修炼到九阶通灵者之后 正常最多也就是提升到九阶二级左右 想要继续提升自身修为 就需要让自己的本命 召唤兽血脉方面能够出现进化 而进化到黄金血脉这个层次 无疑就是最好的状态了 但在这之中的困难程度 百里挑一来形容绝不为过 当然 也有那种绝世天才 先天拥有的召唤兽 直接就是黄金血脉 但这种情况 已经有上千年都没有出现过了 突然看到 黄金血脉召唤物的存在 怎能不让召唤师圣殿的几位圣堂 大吃一惊 要知道 在他们六位之中 也不是都进化出黄金血脉本命召唤的 而此时 却从一个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身上看到 这对召唤师圣殿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了 黑羽在看到黄金阵魔术的那一刻 脸色也已经变了 八阶 这绝对是已经可以媲美八阶的存在 所以才能在短暂的时间里 同时震慑住 三头八级魔兽 黄金血脉 这怎么可能 以前从来没听说过 但黑羽毕竟是三号种子 哪怕是在吃惊的情况下 她的咒语吟唱 依旧没有停止 而此时的陶玲玲 却略微有些发愣 因为别说别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就连她自己也同样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就在刚刚 三大七阶召唤兽 同时扑向她的时候 那强大的压迫力 已经让她决定拼命 但就在这时震魔术 却传来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 在那一瞬间 她只觉得自己 仿佛沉浸在了一片金色的海洋之中 然后震魔术就开始舒展开自己的身躯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变得不一样了 就连她自身的灵力 在这一瞬都暴涨了一大截 皮肤表面也随之泛起了黄金的光泽 震魔术的攻击完全是自发的 瞬间就解决了三大七阶魔兽 同时 震魔术也向她发出了召唤 陶玲玲没有犹豫 几乎是瞬间就放弃了自己 刚刚已经在准备出手的行动 直接转身走向了震魔术的方向 灿烂的金色光辉沐浴在她身上 让她充满了神圣的气息 而她的身形也在走向黄金阵魔术的过程中 渐渐变得虚幻起来 直到完全消失 而就在陶玲玲身形消失的下一瞬 黄金阵魔术再次爆发出了强烈无比的金色光辉 那金色将整个试炼场完全照亮 照耀的鲜豪避险 一股无形的血脉压制 骤然出现 战斗中的避水龟瞬间就出现了萎靡 而那赤焰魔源却发出了兴奋的低吼 身体迅速膨胀 气息暴增 雷鹰此时已经清醒过来 但却不敢进前 最为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被枝条席卷中的光明施旧身上光芒大放 毛发 力找身体都开始膨胀 也散发出了夺目的光元素波动 但却再也没有半分敌对 那感觉竟是背策反了 而且 它还在黄金阵魔术的帮助下 似乎是完成了蜕变 净化 从八级魔兽 在短时间内 净化到了九级魔兽的程度 黄金阵魔术升腾着的金色光运 渐渐凝聚成形 化为了一张人脸的模样 可不正是陶玲玲吗 它张开嘴 似乎说了些什么 但却没有人听得到 只有两个字 而下一刻 席卷光明施旧的枝条 就已经松开了光明施旧的羽毛表面 也渲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 碧水龟退去了 雷鹰退去了 赤叶魔元却飞速地朝着这边狂奔而来 越是接近黄金阵魔术 它的身体就膨胀得越来越快 毛发表面也开始出现了淡淡的金色 一个藤月 来到被枝条卷住的铁背魔龙面前 双拳用力砸下 竟是直接将那铁背魔龙砸进了地面 双拳垂胸 发出着欢快的吼叫声 黑羽正在进行着吟唱的咒语 停下了咒语 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 它已经失去了 核铁背魔龙以及光明师救之间的联系 它准备的魔法 是一个能够召唤固定九级魔兽的魔法 一个对于八阶召唤师来说 都非常强大的魔法 但现在看来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那分明已经进化到了九级魔兽层次的赤叶魔元 和光明师救 就已经是两大八阶 更何况 还有与黄金阵魔术融合在了一起的陶玲磷 它固然 还有自己的本命召唤没有释放 但是 召唤师的世界就是这样的 当召唤生物的差距过于巨大时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尽管它不明白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事实就是 它已经败了 它甚至不了解 黄金阵魔术究竟有什么特性 但从陶玲磷那光影先前的口型辨别 它说的那两个字 似乎是 孕育 这一场 身为三号种子的它 败了 直到此刻 裁判才反应过来 飞入场地之中 陶玲磷胜 金色 如同潮水一般退去 镇魔术渐渐恢复了原本大小 陶玲磷有些茫然的 重新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惊喜来得太过于突然 以至于它自己到现在 也没有完全反应过来 吼吼 咆哮着 赤叶魔员来到了它面前 毫不犹豫地单膝跪倒在地 向它低下了头 这是臣服的表现 拍动着翅膀的光明 施旧也是从天而降 落在陶玲磷身前 同样低下了头 柔和的眼神中 满是顺从 对于魔兽来说 在它们的生命中 没有什么比进化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而陶玲磷带给它们的 就是进化 光明施旧还好一些 它本来就是 有资格成长为更高层次血脉的存在 可赤叶魔员本身的巅峰 就是八级 九级的它 已经不能叫做赤叶魔员了 也是它原本的血脉中 并不具备的能力 但是 在黄金阵魔术的加持下 它就是完成了进化 尽管伴随着黄金阵魔术的收敛 先前的进化 已经渐渐回退 可是 感受过那种进化的感觉 对于它自身的突破 能够带来的好处 自然是巨大的 让它真的有了 突破血脉限制的可能 两道契约符文 在陶玲磷手中浮现 悄然烙印在这二者身上 光明施旧的九级 没有完全退去 保持在了出入九级的状态之下 这是血脉的优势 那赤焰魔源 虽然退回到了八级魔术层次 但也比先前气息强了一截 而就在完成了 两个契约符文之后的下一刻 陶玲磷的身体突然晃了晃 然后就面如金纸一般倒了下去 身边的赤焰魔源 光明师 以及镇魔术 都在光门的映照中 瞬间消失在契约空间之中 就在陶玲磷奋战于 召唤师圣殿这边的时候 魔法圣殿那边 龙当当也走进了师殿场 他此时的心情 还是比较轻松的 虽然还没有到最后 进入前六名的角逐 但至少没有抽中 他最不希望抽中的两个人 他最不希望抽中的 首先当然是月梨 作为队友 他自然希望 月梨能够进入最后的前六名 进行决赛 然后就是紫桑流营了 虽然或许决赛中也会碰到 但他还不想这么早碰到她 他没把握能够战胜对方 想要挑战这位元素圣女 他也必然会暴露 几乎所有底牌 才有可能 在不能使用金金基 做战凯的情况下 龙当当觉得 自己想引子桑流营 还是有些渺茫的 能作为一号种子 力压两位巴结魔法师 现在的她 肯定和之前 也已经截然不同了 而运气终究不算差 今天她抽中的 并不是他们两个 甚至也不是其他的种子选手 算是相当好的抽签了 所以 现在走入试炼场内的龙当当 还是相当轻松的 站在她对面的 是一名看上去 有点显老的男模法师 参赛年龄限制是三十岁 但这位可能是留着胡子的原因 怎么看 都像是近四十的样子了 双方准备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伴随着裁判的倒计时 魔法圣殿传承大笔的第三轮 正式开始了 但就在裁判倒计时的时候 龙当当却微微愣了一下神 没有做出第一个魔法的准备 愣神当然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感受到了小邪的回归 回归了自己的契约空间之中 并且带给他一连串的信息 昨天在和陶玲玲沟通的时候 龙当当帮他想的办法就是 将小邪借给他 作为龙当当的血气召唤兽 只要不是距离太远 都不会有问题的 而谁也不知道 邪眼暴君是不是陶玲玲召唤出来的 毕竟 邪眼暴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做棋 从而达到出棋制胜的作用 而他刚刚从小邪那里得到的消息 却是 陶玲玲在战斗中获得了胜利 而且出现了黄金阵魔术这样的奇异变化 这让龙当当惊喜的同时 也自然迟钝了一下 比赛中愣神 对手自然第一时间就捕捉到了 龙当当这边露出的破绽 毫不犹豫 第一个魔法就已经完成了 一枚硕大的火球 直奔龙当当呼啸而来 三阶魔法 爆裂火球 但他这个爆裂火球 却有点不一样 并不是传统的红色火球 而是一枚蓝色的爆裂火球 火球飞射速度更是比正常要快了一倍不止 几乎是虚余之间就要到了 炽热当面 龙当当也已经反应过来 顾不得去思考陶玲玲的事 迅速向后撤步 那火球并没有直接飞到龙当当身前 而是在距离他还不到十米的地方 就已经轰然炸开 顿时 无数蓝色火雨击射而出 空气中温度温度骤增 龙当当口中的咒语已经开始吟唱 手中混沌法杖向前点出 一面水墙就挡在自己面前 水墙阻挡着火星 他的咒语也已经在继续完成 对面的魔法师能够进入到这一轮 实力自然也是极强的 咒语念动之下 又是三枚蓝色火球飞射而出 能够将这种明显比正常爆裂火球 要强横得多的火系魔法 如此迅捷地使用 只能意味着一件事 那就是 它是一位火系专精的魔法师 三枚火球呈挺自行飞向龙当当 赤裂的火焰 令周围的空气都随之扭曲起来 以至于龙当当 甚至在那高温之中 都有些无法看清楚 对手所在的方位了 面前的水墙 抵挡不住先前爆炸飞射而出的火星 而且 那蓝色火焰非常霸道 先前那一下爆炸 顿时让试炼场内的火元素大吃 而其他属性元素 大幅度减弱 这是高阶魔法师 对抗中一种非常高端的技巧 名为元素控场 让自己所擅长的元素量变多 非自己所掌控的元素变少 从而达到魔法威力更大 施展速度更快的作用 虽然不是领域 但却是有点像领域的方向 龙当当的一个愣神 对方没有直接攻击 因为对方也清楚 哪怕是愣神的对手 也不是一次攻击就能解决的 而元素控场 无疑让其获得了先手 三个蓝色火球 依旧没有飞到龙当当身前 而是再次于他身前十米外爆发 而这一次 可就不只是火星飞溅那么简单了 龙当当目光所及范围内 几乎完全被蓝色的火焰所覆盖 仿佛置身于一片火海之中似的 赤裂的火焰爆发着极度高温 就连龙当当这种外灵力层次的体魄 都能感受到肌肤传来的灼烧感 不愧是专精火系的魔法师 这让龙当当不禁想起了自己的那位帝君老师 乌帝也同样是擅长专精魔法的 这种魔法师 如果能够将自己所属的属性开发到极致 那是非常可怕的存在 速战速决吧 昨天没去看表姐的比赛 她就有些不高兴了 不知道今天还来不来得及 龙当当心中一边想着 她的身体突然变得虚幻了 在那漫天的蓝色光焰之中 六道身影一字排开 每一道身影看起来都一模一样 唯有眼眸中闪烁着的光芒有所区别 他们在共同吟唱着咒语 但咒语却晦涩难懂 似乎并不是属于人类的语言 而这六道身影却一下就亮了起来